那這禮拜,我們回到我們原本的這一個Jephton的 這個我還是不會念喔 它這個應該是海怪,它應該是一個海怪的意思 然後,它有發表新的韌體 因為我們之前有曾經做過,如果有看過我做電流評測的話 是有發現到它的待機耗電流頗高 其實一個原廠還蠻可憐的 觀看次數居然會少到這樣子 不過這已經是5月27號了 那我後面會說明一下為什麼 一直到9月份了,我都還沒有做更新的動作 那主要我這邊先講一下是 對使用者來講是相對重要的修正 第一個,它要做修正的就是我們講 藍牙代記號對人太高 所以它做了一個模式就是 從Safe 一支切到AUTO 然後從AUTO再趕快切回來 它就是告訴它說我們要把藍牙關閉 這是它第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 就是你在Double Trigger的時候 它Double Trigger的時候 我們是壓下去放開,壓下去放開 就是壓會打,放開也會打 那但是這個會有一個問題是說 有些人會壓著然後就不放 然後超過3秒鐘的時候 它可能就成...它在程式上面可能就會卡死 然後就不能做設計了 好,那接下來下一個 這是我覺得說 造一甲應該是應該要排在第二點 它第三點這個是比較危險的 我有在網路上 其實如果有機會的話 你可以去它的官網 它官網其實都有做出一個非常好的一個Demo 這個我覺得來講 這是...相對性來講 這是程式的Bug是最嚴重的 當你射擊的時候 就是你板機壓著 然後就是當你開連發 AUTO連續射擊的情況之下 不小心手指頭去背 就這樣搬到之後 你即使把你的手指頭放開 它還是繼續在射擊 這個的話 我這邊就不太做Demo 因為這個...講真的 這個Demo有點危險 所以我是覺得說 照道理講 它的第三點應該是... 相對來講 應該是要至少超過3個星以上 第四點是... 它有一個馬達沒有接上去的時候 這個AERO模式 AERO100裡面的話 這個我已經在... 我在組裝的時候 其實我就已經發現 其實後面這些就比較... 非常小的修正而已 還有像什麼溫度啦 然後它會在... 在10度C的時候 這個對於使用者來講 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對我們台灣人來講 不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很少會低到... 10度C以下 我們天氣很少會低到10度C以下 所以就對我們來講 我們基本上是... 不太有感 但是在北歐國家的話 尤其是韓代國家 低到10度C以下 是常有的事情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是... Battery Error Disp 這個的話... 這個... 我覺得應該會... 因為它這邊 它並沒有做... 做任何解釋 然後... 我感覺應該是對於... 我之前有量過它的低電壓偵測 我在想 是不是它的低電壓偵測 是出現問題的 它這個是去修改 它低電壓偵測的問題 這個的話... 倒數第二個是... 這個Current的偵測 會誤動作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是一個困擾 然後這個最後一個是說... 手機軟體嘛 沒有辦法嘛 你就是要用Android的話 你就超過9個問題 就是出現不能連線啦 或者是連線中斷的問題 好... 那... 主要的... 問題這邊 我就解說到這邊 主要是這邊 給各位看一下的是... 它應該有... 不要說我程式是沒有更新的 我程式是... 它主要... 我們講的就是 iOS這個程式的話 主要是... 1.1.0 這是最新的 那我這邊順便解釋一下 為什麼說我會拖到現在 我都沒有做 對它做任體的更新 你會發現到... 它上面的任體的版本是117 117 對不對 但是... 它這邊是寫118 所以... 我從5月份 我就是看到118之後 我就一直在等 是不是我的... 程式一直都沒有更新到 所以我就去等到現在 主要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我現在是... 先做一個連線 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樣也可以連線點它 那... SLECT 好 基本上原廠都非常的貼心 它會跟你講說 OK 我們現在有新的任體 要不要... 好 那我就做更新 更新任體 這件事情來講 原本對於電子板機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動作 你有可能更新後整把槍是廢掉的 我也沒有話講 好 好 電源拔掉 然後重新接上 我們現在重新接上 SLECT 看能不能連線 好 連上線了 那... 哇 它已經來到120了 它版本已經來到120 所以它中間不曉得又在更 所以我講的是說 我這個手上所拿到的資料 跟它實際上所顯示的 已經有差別很大了 它現在已經來到120 我們剛才是117 然後現在已經... 已經來到120了 最新版本 我們現在已經更新到最新版本 看一下能不能再更新 OK 好 我們現在是... 它已經出現跟我們講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最新的了 OK 沒有問題 那... 我們看一下是... 呃... 我之前有幾個問題 就是在這邊 我們這邊有講到... 這個的AeroLog 就是我們剛才有講到這個AeroLog 這邊 這個 其實我在當初在安裝的時候 就有遇到這個錯誤的問題 說它現在已經把解決掉 OK 它說它有把解決掉 就是把解決掉 然後... 我們現在要做的一個測試是... 第一個是它的藍牙可以關閉 然後... 它有跟我們講的是說 將從... Safe 壓到AUTO 然後來回一次之後 它應該會斷線 我們看一下 喔... 有聽到喔... 然後... 就斷線了 喔... 非常讚喔 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它是說如果你要把藍牙打開的話 就是從這裡 一樣從Safe 到AUTO 再轉一次 在這邊 按一按燈 那馬達會... 這時候 我們再點選擇 然後它會出現 出現了 OK 所以... 基本上... 它該有的資料應該都還在 沒有錯 那這邊的話,它多了一個這個東西了 它之前沒有這個選項 我們先玩40A好了 我們看它會不會跳蹄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先看會不會增長動作 OK,有增長動作 我們現在調40A 其實隨隨便應該都超過40A 你看40A 可是我調的不夠低 我再低一點點,我調16A 調16A,你看會不會這樣 喔,有有有,你看 它就不讓我動了 帥啦,哇,它這個功能就太讚了 這個功能非常好 好,我們現在做一個比較好玩的實驗 就是 1200mAh 11.1的電池 剛才這樣測的話,它大概40A左右 它大概可以打到40A OK,好 那我們換一顆這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們之間的一個測試差異性 目前的話,這個大顆大概12V 沒關係啦,反正它夠大顆 它電壓不到滿 比剛剛那個還要小 其實它的瞬間電流也會非常可怕 OK,我們現在打第一發 喔 一點就是等於是116A 第二發 119A 它沒有做出任何的一個警告 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喔,有了有了有了 我剛才有聽到 可能那個因為我們射擊的聲音太大 它現在已經開始 它開始有警覺到了 它已經超過太多次 OK,它這次就沒有抓到了 為什麼 我們可以從這圖裡面可以很明顯看到 它不到兩格 所以它抓不到 這個也沒有抓到 喔,這個抓到了 大概兩格這個距離 為什麼 因為這邊它已經超過 我們這邊這條線 基本上 這邊已經超過80A 這條線已經超過80A 我們現在必須面臨到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問題是在於說 它會沒有辦法即時的幫你做出一個反應來 為什麼 因為你的時間 並沒有到40ms 因為你的最大電流都在前面20ms的時候 就已經發生完畢了 那就變成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變成說 這一個電子式的保險師 會形同虛設 因為 它永遠來不及偵測到你最大電流 然後你就又拼命用最大電流 在那邊做射擊射擊射擊 然後到最後電子板機有可能會壞掉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第一個 我們最關心的 待機耗電流 我們把它的藍牙關掉之後 究竟它的待機耗電流會是多少 這個電路板 它有一個很特殊的地方是 它在開機的時候 它會去做馬達抖動 這樣一抖動下去的話 我這裡面的這個保險師 400mAh 它當場會燒斷掉 那我這個電錶就掰掰了 所以我必須把它的馬達先 抽離掉 OK 那抽離掉之後呢 我們再把它接上電源的時候 OK 喔 你看 馬上就飆上來了 它的確是可以連線 我們看一下連線 好的 沒有問題 我們現在連上線了 好 快速 OK 馬上就斷線了 那斷線之後 它斷線了喔 那斷線之後 為什麼它的電流會飆高呢?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怎樣不合理的 的狀況 為什麼要變高? 等一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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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奇怪 為什麼它會變高? 它無緣無故給我多了三個 迷你安培 迷你安培 它只是單純把那個 Bluetooth關掉而已 那Bluetooth關掉的話 你 應該要有待機表現啊 那我們先記錄一下 OK 先做個紀錄 免得到時候有人講說 你影片都亂拍 OK 嗯 它的確 我覺得這裡面最大的修改 我覺得最大最大的修改 應該是這個 它improver 它真的是improver 它真的有做到這一點 它真的有做到是可以overcurrent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好玩 OK 好 那就是這次我們的一個 韌體的一個更新 底面 堅持 有 有